早期的高炉 现代历史研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就是发现了打开各国亲缘关系的钥匙 于是我们曾经的猜测 现在找到了真相 各国语言结构与形式的一致 有其科学的确定性 虽然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的性格和文化千差万别 但他们都是同一组线的分支 都是亚洲、亚利安人的后代 在现代 虽然我们有非常娴熟的手法来质疑历史 也可以努力地追寻历史的秘密 但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美好的亚洲民族的起源和历史 也不知道他们是何时以及为何离开本土大陆 去开拓地中海的北岸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那就是在基督教出现的几百年前 亚利安人已经在西欧定居 亚利安族的这个分支被称为凯尔特人 他们是日尔曼和斯拉夫人的老大哥 在许久以后 日尔曼和斯拉夫人从祖籍地出发 追随亚利安人的足迹 并占据了欧洲大陆的中部和东部 高卢指地中海、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领土 后来英国人入侵了北部高卢的一部分 及其北部的岛屿 如果可以穿越时空 我们就能看到在两千多年前基督教时代之前 被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国的地方 他们有着相同的自然特征 同样的山脉养育着法国人 同样的河流流向大海 同样的平原在阳光下舒展 但是当时还没有葡萄、花草和耕地 我们应该能看到成群的野牛和麋鹿 像狼一样凶猛的猪 在像挪威一样寒冷的气候下 这些动物生活在广阔的人际罕至的森林中 这里是猛兽的家 他们与人类争夺着食物和住所 让我们看一下基佐对公元前五百年高炉生活的描述 这里居住着六七百万人 他们过着野兽般的生活 住在阴暗低矮的房子里 房子由木头和黏土建成 房顶挂满树枝或稻草 白天只有打开房门才能看到阳光 这样的房子杂乱地堆在一起 有木材、泥土和石头垒成的城墙包围和保护着他们的小镇 这就是伯里克利时代的巴黎和法国人 同样的浪潮冲洗着南部高炉的沙滩 几个小时后又流过希腊的海岸 希腊有着丰富的文化 以及令全世界望尘莫及的精妙艺术 他们的智力禀赋从未被其他民族超越 太阳照耀着希腊的寺庙和宫殿 这里的生活宁静而美丽 一个小时以后 同样的太阳点燃了高炉森林中的祭坛 这里正上演着可怕的狂欢 当高炉人将受害者们的头钉到门上 悬挂在马的缰绳上 烧死或者将囚犯鞭打至死时 在希腊这个文学、艺术以及文明 以及日真成熟完善的国度 人们正在与朋友们讨论最深刻的人生和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即使现在也在困扰着人类 诚然 卡尔特和日耳曼系统是国民生活的后来者 古代高炉人 是一股强大的、不规范的、横冲直撞的力量 他们贪图邻邦的财产 他们的爱和仇恨没有持久性 今天的敌人可能变成明天的盟友 他们完全受稍纵即逝的欲望和一时的激情趋势 没有长远的计划 有六十多个部落组成的高炉人 永远处在争执和混乱的状态 他们显然对于兄弟情谊不敏感 而这种兄弟情谊则是稳定的国民生活的基调 他们侵占邻国 与其说是永久占用 不如说是将其作为露营地 直到耗尽它的资源为止 马西利亚是马赛的旧城 很久以前是希腊的殖民地 在马赛城建立后 沿着南部边缘愚昧的土地 创建了一个狭窄而明亮的希腊文明边界 这次短暂的文明照耀 仅持续了一个世纪 并且留下很少的痕迹 但它也许是普罗旺斯人有着优异治理因素的影响 这里也是银游诗人的故乡 要维持牛群羊群和游牧人民的生活 需要广阔的领土 现在足够四千万法国人生存的领土 对于六七百万高卢人来说太小了 为了更多的土地 他们永远在与邻国斗争 他们对罗马人说 给我们土地 可想而知 他们被拒绝了 他们的使者被轻蔑地关在大门外面 于是他们开始复仇 成群的半裸的野蛮人 践踏了葡萄园 像混乱的激流一样冲进了罗马 罗马人无法坐视这种亲戚的战争 高卢人冲过溃败的军队 闯入这座安静而冷清的永恒之城 这里只剩下参议院 还有几个人固守在城堡中 野蛮的高卢人将他们包围了七个月 他们在这座奢华的城中 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随便 当然 罗马人的本领和勇气 最后令他们脱离困境 并把高卢人赶了出去 但事实仍然是 高卢人曾经入主过罗马 罗马的铁骑军团 曾经不敌这支半裸的力量 这是他们国民生活的第一次悸动 这支高卢队伍曾经共同面对危险 共同面对敌军 除了对粮食和土地的饥渴 高卢人还渴望着征服 复仇并为高卢的辉煌而战 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由此诞生了 多年来 他们像狼一样觊觎着罗马 但是只有具有本领和超群智力的人 才能书写历史 而且这将耗费大量的鲜血和财富 在入侵罗马200年之后 高卢人被赶出意大利 阿尔卑斯山成为大自然设立的一座屏障 抵御着野蛮的侵犯 意大利不是唯一遭受西方凯尔特人侵犯的国家 很久以前有一个北部的高卢部落对外扩张 他们向东部和南部开辟土地和掠夺 直到亚历山大时代 公元前340年 他们才敲开了马启顿的大门 50年前在罗马获得的战绩激励着高卢人 他们傲慢地索要土地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 高卢这个名字在希腊并没有赢得新的光彩 最终他们半裸身躯 来势凶猛 像洪水猛兽一样越过赫勒斯潘海峡 公元前278年 把注意力转向了小亚西亚 最终他们定居在一个名叫加利西亚的地方 但他们并没有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公元400年后 他们在现在的比利时讲着自己部落的语言 他们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无知的加拉太人 也就是保罗的使徒书的收件人 我们追寻高卢这条线索 是因为这条线索与我们熟知的古老而神圣的历史长线交织在一起的 罗马人的勇气无疑成为了笑谈 罗马的机理由于战争的压力而增强 在罗马与高卢人的斗争中 发生在罗马的加太基战役还历历在目 当时戈特人已经攻到罗马大门 他们稳固地回击 明显忧郁之前的蛮夷高卢人 当时高卢人撞击着罗马之门 而戈特人则怒吼叫嚣着 同样 这座城市被野蛮的入侵了 而卓越的训练和智力再次赶走了入侵的洪流 并战胜了原生蛮力 以上就是公元前几百年高卢的简短历史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这几百年动荡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将迎接新的历史 一个民族的建立与面包或蛋糕的制作不无二致 以一个元素作为基础 然后向其中加入不同质量的其他组成部分 结果就成了英格兰或德国或法国 这所有的步骤以及各元素的混合和融化 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这个过程被我们称之为历史 《命运之书》上面写道 高卢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但他得先与其他两个民族融合并相互渗透 他必须首先经历罗马的人性化和文明化 之后再借日耳曼之手来摆脱罗马的影响 前者由凯撒大帝完成 500年后 后者由法兰克领袖克罗维完成 可以肯定的是 从来没有人像凯撒大帝那样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1800年后 试图努力模仿他的拿破仑 相比之下只是一个江湖术士而已 后者只是伟大戏剧舞台上的一个场景转换器 然而对于金人来说 凯撒留下的历史痕迹并不多 凯撒大帝开辟了一条途径 世界的古老文明经此流入西欧 盲昧和野蛮被注入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激流 这并不是通过在列等民族面前 对方更高的生活理想 以供模仿而实现的 而是通过民族血液的交融来实现 他把更高的生活和思考的培牙 植入高卢的静脉中 使他们的后裔继承了古代的伟大文明 在人类历史上 没有任何事情比凯撒大帝征服高卢 而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影响了 高卢战争对罗马的影响是 战后几百年来炸干了罗马的财富和税赋 为了保护资源 凯撒大帝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构想 那就是使高卢成为罗马的一个省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展示 不只是武力 而是融入了至高无上的智慧和记忆的力量 他曾经在这个种族中生活过多年 熟知他们的弱点 并且深知他们内部互相猜忌和对抗 缺乏聚合力 当他们冲进罗马城时 就像一群锋利的碎片 面对戈特人的入侵 他们则像一个坚固不可分割的整体 经过精明的算计 凯撒大帝认为他能瓦解并征服这个民族 他用武力统治那些向他臣服的人 时而温柔 时而严厉 逢迎和恐吓病失 由此他建立了强大的个人权力 九年来发动了八次战役 他熟忍了战争的艺术 以及谈判和阴谋的微妙技巧 他曾先后应对过所有的卡尔特部落 以及英国 他有时利用对方的敌人 有时动用自己的无敌军队来征服对方 他同样用魅力和恐吓 用礼物和所有手段来稳固军权 他在政治和战争中同样伟大 在政坛和战场中都是权能 他天生就是一名统治者 作为一名想让罗马摆脱敌人骚扰的爱国者 他在高卢隐忍了九年 他发动了八次战役 是一名浑身充满着军事热情的伟大领袖 对高卢的征服意味着更强大的罗马 征服过后 他现在转过身去背对着满目疮痍的国家 准备去完成伟大的人种优越计划 罗马是世界的情妇 而他则是罗马的主人 鲁特西亚 在征服高卢的初期 塞纳河畔的一个小岛被选中作为罗马总督的关底 这座小岛被称为鲁特西亚 关底很快成为凯撒宫 随之一座横跨河流、道路、水渠和郊区的桥梁也很快建成 鲁特西亚被吞没在巴黎 他原本是以高卢部落Paris命名 该部落曾经在这里驻扎 当我们今天站在这座小岛的司法院时 仿佛可以直接触摸到往昔的罗马 凯撒大帝的双脚曾经踏在这些石头上 这些拱形天花板曾经目睹过朱利安的叛教者 那个将王权延伸到远东的人 在这里曾为他亲爱的鲁特西亚而叹息 皇宫处立在帕西和蒙马特高地 富有的罗马人在这里建有郊区住宅 罗马军团安营的地方现在则是卢森堡宫和索邦大学 随着卡尔特和拉丁语的交融 这里已经逐渐发展出人类语言的新形式 不仅是巴黎 整个高卢都感受到了伟大文明的触摸 生活理想随之改善 进而引发了巨大进步 不再有人类的牺牲 也不再有德鲁伊信仰令人厌恶的惯例 朱比特和米勒娃以及帕纳苏斯神灵 取代了古老神话中猙獰的神灵 不过虽然罗马是一名伟大的老师 他同时还是一个残忍的情妇 他用枷锁伤害着这些获得自由的野蛮人 公元160年 艾仁纽来到里昂并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堂 从此传来了比帕纳苏斯神灵更好的福音 正是马克思奥勒留的一道迫害令 杜绝了新的和狂热的异端 基督教的诞生 当这颗帝国之星向西方移动时 另一颗更加明亮的星辰已经在东方升起 我们已经熟知这个故事 以至于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失去了好奇之心 凯撒大帝短暂的胜利结束了 马克·安东尼曾在他的棺木前背诵他的丰功伟绩 罗马曾经为他哭泣 但随后就在他侄子奥古斯都的辉煌面前将其遗忘 在小亚西亚一个不起眼的国家的一个不起眼的村庄里 一位农妇在马厩里诞下一名男婴 他的摇篮是铺满稻草的马槽 你们还能想象更卑微的生存环境吗 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成年 33年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出生地 他只在自己家乡生活以及渔夫和农民中间打转 他传播对宗教的热爱和平的福音 甚至为此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谁曾想到这是最有力量的萌芽 是世界上最有再生力的力量 王位 帝国 封义和权力都将在他的名字面前消融和崩溃 这难道不是最伟大的奇迹吗 早期的高炉 现代历史研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就是发现了打开各国亲缘关系的钥匙 于是我们曾经的猜测 现在找到了真相 各国语言结构与形式的一致 有其科学的确定性 虽然俄国人 德国人 英国人 法国人 西班牙人的性格和文化千差万别 但他们都是同一祖先的分支 都是亚洲亚利安人的后代 在现代 虽然我们有非常娴熟的手法来质疑历史 也可以努力地追寻历史的秘密 但是我们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美好的亚洲民族的起源和历史 也不知道他们是何时 以及为何离开本土大陆 去开拓地中海的北岸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那就是在基督教出现的几百年前 亚利安人已经在西欧定居 亚利安族的这个分支被称为凯尔特人 他们是日尔曼和斯拉夫人的老大哥 在许久以后 日尔曼和斯拉夫人从祖籍地出发 追随亚利安人的族迹 并占据了欧洲大陆的中部和东部 高卢指地中海、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之间的领土 后来英国人入侵了北部高卢的一部分 及其北部的岛屿 如果可以穿越时空 我们就能看到在两千多年前 基督教时代之前被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国的地方 他们有着相同的自然特征 同样的山脉养育着法国人 同样的河流流向大海 同样的平原在阳光下舒展 但是当时还没有葡萄、花草和耕地 我们应该能看到成群的野牛和麋鹿 像狼一样凶猛的猪 在像挪威一样寒冷的气候下 这些动物生活在广阔的人际罕至的森林中 这里是猛兽的家 他们与人类争夺着食物和住所 让我们看一下基佐对公元前五百年高楼生活的描述 这里居住着六七百万人 他们过着野兽般的生活 住在阴暗低矮的房子里 房子由木头和黏土建成 房顶挂满树枝或稻草 白天只有打开房门才能看到阳光 这样的房子杂乱地堆在一起 有木材、泥土和石头垒成的城墙包围和保护着他们的小镇 这就是伯里克利时代的巴黎和法国人 同样的浪潮冲洗着南部高楼的沙滩 几个小时后又流过希腊的海岸 希腊有着丰富的文化 以及令全世界望尘莫及的精妙艺术 他们的智力禀赋从未被其他民族超越 太阳照耀着希腊的寺庙和宫殿 这里的生活宁静而美丽 一个小时以后 同样的太阳点燃了高楼森林中的祭坛 这里正上演着可怕的狂欢 当高楼人将受害者们的头钉到门上 悬挂在马的缰绳上 烧死或者将囚犯鞭打至死时 在希腊这个文学、艺术以及文明 以及日真成熟完善的国度 人们正在与朋友们讨论最深刻的人生和命运问题 这些问题即使现在也在困扰着人类 诚然卡尔特和日尔曼系统是国民生活的后来者 古代高楼人是一股强大的、不规范的、横冲直撞的力量 他们贪图邻邦的财产 他们的爱和仇恨没有持久性 今天的敌人可能变成明天的盟友 他们完全受稍纵即逝的欲望和一时的激情趋势 没有长远的计划 有六十多个部落组成的高楼人 永远处在争执和混乱的状态 他们显然对于兄弟情谊不敏感 而这种兄弟情谊则是稳定的国民生活的基调 他们侵占邻国 与其说是永久占用 不如说是将其作为露营地 直到耗尽它的资源为止 马西利亚是马赛的旧城 很久以前是希腊的殖民地 在马赛城建立后 沿着南部边缘愚昧的土地 创建了一个狭窄而明亮的希腊文明边界 这次短暂的文明照耀仅持续了一个世纪 并且留下很少的痕迹 但它也许是普罗旺斯人有着优异治理因素的影响 这里也是银游诗人的故乡 要维持牛群羊群和游牧人民的生活 需要广阔的领土 现在足够四千万法国人生存的领土 对于六七百万高卢人来说太小了 为了更多的土地 他们永远在与邻国斗争 他们对罗马人说 给我们土地 可想而知 他们被拒绝了 他们的使者被轻蔑地关在大门外面 于是他们开始复仇 成群的半裸的野蛮人 践踏了葡萄园 像混乱的激流一样冲进了罗马 罗马人无法坐视这种亲戚的战争 高卢人冲过溃败的军队 闯入这座安静而冷清的永恒之城 这里只剩下参议院 还有几个人固守在城堡中 野蛮的高卢人将他们包围了七个月 他们在这座奢华的城中 就像在自己家中一样随便 当然 罗马人的本领和勇气 最后令他们脱离困境 并把高卢人赶了出去 但事实仍然是 高卢人曾经入主过罗马 罗马的铁骑军团 曾经不敌这支半裸的力量 这是他们国民生活的第一次悸动 这支高卢队伍曾经共同面对危险 共同面对敌军 除了对粮食和土地的饥渴 高卢人还渴望着征服 复仇 并为高卢的辉煌而战 他们的民族自豪感由此诞生了 多年来 他们像狼一样觊觎着罗马 但是只有具有本领和超群智力的人 才能书写历史 而且这将耗费大量的鲜血和财富 在入侵罗马两百年之后 高卢人被赶出意大利 阿尔卑斯山成为大自然设立的一座屏障 抵御着野蛮的侵犯 意大利不是唯一遭受西方凯尔特人侵犯的国家 很久以前有一个北部的高卢部落对外扩张 他们向东部和南部开辟土地和掠夺 直到亚历山大时代公元前三百四十年 他们才敲开了马启顿的大门 五十年前在罗马获得的战绩激励着高卢人 他们傲慢地索要土地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 高卢这个名字在希腊并没有赢得新的光彩 最终他们半裸身躯 来势匈猛 像洪水猛兽一样越过赫勒斯潘海峡 公元前二百七十八年 把注意力转向了小亚西亚 最终他们定居在一个名叫加利西亚的地方 但他们并没有融入当地人的生活 公元四百年后 他们在现在的比利时讲着自己部落的语言 他们就是加拉太书所说的无知的加拉太人 也就是保罗的使徒书的收件人 我们追寻高卢这条线索 是因为这条线索与我们熟知的古老而神圣的历史长线交织在一起的 罗马人的勇气无疑成为了笑谈 罗马的激励由于战争的压力而增强 在罗马与高卢人的斗争中 发生在罗马的加太基战役还历历在目 当时戈特人已经攻到罗马大门 他们稳固地回击明显优于之前的蛮夷高卢人 当时高卢人撞击着罗马之门 而戈特人则怒吼叫嚣着 同样 这座城市被野蛮的入侵了 而卓越的训练和智力再次赶走了入侵的洪流 并战胜了原生蛮力 以上就是公元前几百年高卢的简短历史 现在我们已经了解了这几百年动荡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将迎接新的历史 凯撒征服高卢 一个民族的建立与面包或蛋糕的制作不无二致 以一个元素作为基础 然后向其中加入不同质量的其他组成部分 结果就成了英格兰或德国或法国 这所有的步骤以及各元素的混合和融化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 这个过程被我们称之为历史 《命运之书》上面写道 高卢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 但他得先与其他两个民族融合并相互渗透 他必须首先经历罗马的人性化和文明化 之后再借日尔曼之手来摆脱罗马的影响 前者由凯撒大帝完成 500年后 后者由法兰克领袖克罗维完成 可以肯定的是 从来没有人像凯撒大帝那样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 1800年后 试图努力模仿他的拿破仑 相比之下只是一个江湖术士而已 后者只是伟大戏剧舞台上的一个场景转换器 然而对于金人来说 凯撒留下的历史痕迹并不多 凯撒大帝开辟了一条途径 世界的古老文明经此流入西欧 蒙昧和野蛮被注入了一股引人注目的激流 这并不是通过在列等民族面前 对方更高的生活理想以公模仿而实现的 而是通过民族血液的交融来实现 他把更高的生活和思考的培芽 植入高卢的静脉中 使他们的后裔继承了古代的伟大文明 在人类历史上 没有任何事情比凯撒大帝征服高卢 而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影响了 高卢战争对罗马的影响是 战后几百年来榨干了罗马的财富和税赋 为了保护资源 凯撒大帝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构想 那就是使高卢成为罗马的一个省 这是一次了不起的展示 不只是武力 而是融入了至高无上的智慧和记忆的力量 他曾经在这个种族中生活过多年 熟知他们的弱点 并且深知他们内部互相猜忌和对抗 缺乏聚合力 当他们冲进罗马城时 就像一群锋利的碎片 面对哥特人的入侵 他们则像一个坚固不可分割的整体 经过精明的算计 凯撒大帝认为他能瓦解并征服这个民族 他用武力统治那些向他臣服的人 时而温柔 时而严厉 逢迎和恐吓病失 由此他建立了强大的个人权力 九年来发动了八次战役 他熟忍了战争的艺术 以及谈判和阴谋的微妙技巧 他曾先后应对过所有的卡尔特部落 以及英国 他有时利用对方的敌人 有时动用自己的无敌军队来征服对方 他同样用魅力和恐吓 用礼物和所有手段来稳固军权 他在政治和战争中同样伟大 在政坛和战场中都是全能 他天生就是一名统治者 作为一名想让罗马摆脱敌人骚扰的爱国者 他在高卢隐忍了九年 他发动了八次战役 是一名浑身充满着军事热情的伟大领袖 对高卢的征服意味着更强大的罗马 征服过后 他现在转过身去背对着满目疮痍的国家 准备去完成伟大的人种优越计划 罗马是世界的情妇 而他则是罗马的主人 鲁特西亚 在征服高卢的初期 塞纳河畔的一个小岛被选中作为罗马总督的官邸 这座小岛被称为鲁特西亚 官邸很快成为凯撒宫 随之一座横跨河流、道路、水渠和郊区的桥梁也很快建成 鲁特西亚被吞没在巴黎 他原本是以高卢部落Paris命名 该部落曾经在这里驻扎 当我们今天站在这座小岛的司法院时 仿佛可以直接触摸到往昔的罗马 凯撒大帝的双脚曾经踏在这些石头上 这些拱形天花板曾经目睹过朱利安的叛教者 那个将王权延伸到远东的人 在这里曾为他亲爱的鲁特西亚而叹息 皇宫处立在帕西和蒙马特高地 富有的罗马人在这里建有郊区住宅 罗马军团安营的地方现在则是卢森堡宫和索邦大学 随着卡尔特和拉丁语的交融 这里已经逐渐发展出人类语言的新形式 不仅是巴黎 整个高卢都感受到了伟大文明的触摸 生活理想随之改善 进而引发了巨大进步 不再有人类的牺牲 也不再有德鲁伊信仰令人厌恶的惯例 朱比特和米勒娃以及帕纳苏斯神灵 取代了古老神话中猙獰的神灵 不过 虽然罗马是一名伟大的老师 他同时还是一个残忍的情妇 他用枷锁伤害着这些获得自由的野蛮人 公元160年 艾仁纽来到里昂并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堂 从此传来了比帕纳苏斯神灵更好的福音 正是马克思·奥勒留的一道迫害令 杜绝了新的和狂热的异端 基督教的诞生 当这颗帝国之星向西方移动时 另一颗更加明亮的星辰已经在东方升起 我们已经熟知这个故事 以至于我们对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失去了好奇之心 凯撒大帝短暂的胜利结束了 马克·安东尼曾在他的棺木前背诵他的丰功伟绩 罗马曾经为他哭泣 但随后就在他侄子奥古斯都的辉煌面前将其遗忘 在小亚西亚一个不起眼的国家的一个不起眼的村庄里 一位农妇在马厩里诞下一名男婴 他的摇篮是铺满稻草的马槽 你们还能想象更卑微的生存环境吗? 这个孩子渐渐长大成年 33年来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出生地 他只在自己家乡生活以及渔夫和农民中间打转 他传播对宗教的热爱和平的福音 甚至为此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但谁曾想到这是最有力量的萌芽 是世界上最有再生力的力量 王位、帝国、封义和权力都将在他的名字面前消融和崩溃 这难道不是最伟大的奇迹吗?